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真的出去玩的时候 你真的觉得你玩的时候会被骗到 包括有人在订房间或是旅程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担心遇到诈骗的一些事呢 所有这一些在夏天可能发生的事情 你都有防范好了吗 好 那今年夏天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 不管是在旅游方面各方面都可以做到这些 但是如果真的要开心的玩 就必须要在今天的节目内容 你要好好地看 每位来宾会告诉你 怎么样能够避免发生这些事情 好来 一开始为你介绍 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 桌上边第一位 医药记者洪苏欣 吴哥好 大家好 旅游作家巴洛 大家好 我是巴洛 支撑导游桑妮 大家好 吴哥好 加一科医师崔玉文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律师徐恩和 吴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刚刚就讲苏欣 打个网球 然后中暑下巴 他缝了很多针 缝了30针 30针是个什么概念 30针的概念就是 至少要休息三个星期了 因为他当时打网球之后 中暑然后休克就昏倒了 昏倒了 这真的是直接趴下去 所以你可以发现 除了他这个伤口升级见骨 所以要缝那么多针之外 其实骨头也有裂伤 所以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 他应该是完全失去 是直接倒的那种 直接扑下去的 所以真的要注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现在已经很热了 可是接下来夏天 有可能更热 你知道我们4月份光台湾 单月因为热伤害送医的 就有231个人 讲这个数据 大家可能没什么感觉 那如果跟去年比 去年是111个人 对 所以你就知道 今年更的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 才刚开始要热 所以接下来 真的要小心热伤害 很多人可能想要 趁着暑假出国玩 出国玩除了热要注意之外 疫情也要流星 美国刚才讲食物部分 美国传出的是 沙门市境的疫情 吃东西的时候可能要留心 那日本呢 大家最近可能听到一个疫情 心里觉得有点毛毛怕怕的 叫做食人菌 想说这什么菌 居然会吃人 事实上这一支菌 它的正式名称叫A型炼球菌 那以前有人把它叫做 饰肉菌 这个比较像说它会吃肉 为什么叫它饰肉菌呢 因为如果你皮肤有一些伤口 或你像你可能是糖尿病 或者是这些高龄的族群 那你这个免疫又不好 那可能这个菌会造成局部的坏区 甚至烂掉 或者那个肉会掉下来 所以人家看起来就 是不是被细菌吃肉了 那最近日本传出的是说 因为他们发现了 从今年初到6月1号截止 总共日本有977例的 就是这一种特别的炼球菌 造成叫做毒性休克症候群 这是相对比较严重的 因为当你感染这个菌 出现了毒性休克症候群 它的死亡风险可能是三成 甚至高达五成 那大家想说 那这个菌在哪里 其实这个菌在环境中 没有很少见 所以有些人可能是呼吸到进来 有些人可能是皮肤接触到 可是你是正常的情况下 其实还好 就担心你是刚才那群人 那可是日本为什么发布警讯 因为他们今年这个数字太奇怪 你知道吗 如果我给大家另外一个数据 我刚才说他们从今年1月到5月 是不是977个 那你知道他去年一年几个吗 941个 一年 对 所以今年5个月就已经比去年还高 今年同期是去年的2.8倍 所以他们就在想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他们的人口没有变 高龄糖尿病或什么还是一样 所以有没有可能 今年的这一支菌 是相对比较毒性高 或什么 他们正在了解当中 甚至他们相关的医学教师 有呼吁说 如果你自己发现我有个伤口 可能小小的红肿 可是没有多久 两三个小时之后 你会发现它肿得很大 很痛 同时你身体开始觉得 你会胃肝 然后呼吸开始变得心跳很快 有点喘不舒服 有可能他已经引发相关的 这些全身性的反应 那真的要紧急就医 那你说台湾呢 台湾最近就发现 那个我们开始各个 耳鼻喉科跟小额科门诊 又开始排长楼了 因为除了寻常的一些感冒之外 最近新冠好像又出现了 有医生说 10个3有8个中 所以大家可能要小心就是 不论是在国内的热伤害 出国的疫情 都要留心才能玩得开心啊 OK 10个3有8个中 是 所以就不要3 就当自己中的吧 对对对对 10个3有8个中 比例太高 最近你看到很多新闻 一直不断地在跑这个 说什么新冠 又开始攀高峰 类似这些 好 那你说在国内国外 因为接下来暑假 就是旅游了忘记 你到每个地方去玩 刚刚所讲的这些事情 可是刚刚提到一个日本 你说石人俊嘛 可是因为日本大家都喜欢去 然后你现在告诉我石人俊 可是你又不知道它在哪里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防这些东西 一直都堵堵看 碰到再说 是这样吗 它有没有什么样一些 我们可以特别预防的 大家如果有到国外去玩 就是像刚刚姐有讲到的说 如果身上是有出现一些伤口 然后在数个小时内 快速地变很肿 变很胀 甚至非常疼痛 然后有发现那一些 像发烧 胃寒 肌肉酸痛这些情形的话 就还是建议要尽速地去救 去看医生去治疗 免得可能会发生 其他更严重的并发症这样子 那当然说 因为这个石人俊 它也是靠飞沫去传染的 所以虽然现在可能已经解封了 但还是建议说 如果这样有带长辈 带婴儿出国的话 可以的话还是尽量 就是口罩要戴好这样子 因为中暑呢 我们知道有什么热衰竭 中暑这些 因为有很多人分不清楚 他的症状吗 就只知道天气热 人冬的一个就倒了 然后就是这个样子 那临床上面现在看起来 真的病例越来越多 而且那个过程当中 那对我们一般人来讲 只要看到有人天气热倒下来 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中暑还是热衰竭 我要做什么样一些的动作 让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比较常见到的 会造成热伤害的种类 那通常第一个热筋卵 热晕厥 这个就会比较还好 但是当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个热衰竭 那当我们如果进展到这个时候 通常人可能会出现头会很晕 会想要吐 然后甚至血压会慢慢的下降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 及时到阴阳处休息 身体没有办法好好去排汗的话 他可能就会进展成我们的热中暑这样子 那到热中暑的时候甚至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 那像是我们医院之前就有病人 他就自己在家里的时候就热中暑昏倒 然后没有被任何家人发现 就等他送来医院的时候 他已经烧到大概四十几度 然后等到我们急救之后 人也没有回来了 所以其实是真的还蛮危险的 那会建议说如果说长期在户外工作的 像是导游这些等等的行业 还是要记得就是适时的要补充水分 你就是说这两位吗 你就是直接再讲这两位的意思吗 对啊 曼罗你旅游作家你总要每天外面跑吧 对 刚讲什么热衰竭热中暑热所有这些 你自己或是你的朋友在出去的时候 有碰过像这样一些状况吗 其实还蛮惨遇到的 尤其是现在夏天 大家都会去海上滑独木舟 那你以为是玩水 其实海上独木舟是不太碰水的 它只有大概是身体会泼到一点水 所以很多人大概玩个半个小时之后 它就会有一点中暑的感觉 它就是干晒 对 因为一直晒 而且太阳如果很大 那个晒下去大海然后再反射 你会觉得真的很热 那我就分享有一次我们 因为我们很爱去爬一些百越跟中极山 那有一次在百越回程的时候 然后就走一走 然后前面就有一个人突然间就跌倒 那我们以为是跌倒 结果不是 它是太热了 因为百越虽然海拔高 天气冷 可是太阳那个紫外线晒下去 其实是非常不得了的 结果我发现它怎么都站不起来 那刚好有一个山友 他是护理师 他就赶快摸 他就摸他的身体 非常的烫 那大概四十几度发高烧的感觉 然后就赶快帮他稍微解开他的衣服 然后用水稍微去把它降稳 那还好回程的时候 它跌倒的地方离商屋比较近 所以我们就大家就是有点倉扶 然后把它扶到商屋里面 稍微做一点简单的处理 所以其实在夏天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是玩水就是不会中暑 然后爬高山天气冷就不会中暑 其实这些都是需要非常注意 对啊 而且谁跟你说玩水不会中暑 我在节目分享过 我小时候就是游泳游到中暑 OK 真的会中暑啊 因为你越游 你就觉得 你就觉得那整个身体越来越冷 不知道为什么 太阳很大 然后你就不断的在玩跳水游泳 然后不断觉得冷 所以一定要爬上去晒太阳 然后继续上去晒太阳 晒到最后就会变中暑 OK 可是如果真的讲说户外活动的 刚才 山景是被点名的嘛 对不对 刚才余文是直接点名你 尤其你 你不只要注意自己 对 你还有带团 你还要注意这一团子 对啊 所以对你来说 这些相关的 团员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 有没有热中暑 这些对你来说 就要非常注意的事情 对 其实我们夏天在带团出国的时候 客人最常发生的不外乎 就是肠胃炎 蚊虫叮咬 其实我们最怕的是 中暑这件事情 通常我自己带团 我都会提醒客人 你一定要常喝水 不要怕上厕所 因为阿公阿嬷最怕上厕所 就不喝水 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 韩国其实很干热 那所以你不知不觉中 就会有中暑的症状 只是不晓得 那我们虽然一直提醒 可是还是有白目的客人 就是讲不听的 因为你知道吗 夏天乐喝个冰啤酒 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然后有一次呢 我就带来那种商会社团 就带来去韩国 做一个社团交流 那有一个客人 我就一直跟大家提醒 你们不要只是喝酒 因为他们一上车就喝酒 喝到晚上睡觉 就是都不喝水了 他觉得那个就喝水 对 有很多人会觉得那就喝水了 然后就是冰啤酒 一直喝一直喝 那其中有一个 他年纪也比较大一点的 一个男客人 我跟他说 你一定要喝水啊大哥 你不能够只是喝这个冰啤酒 他就不听嘛 只要你看到他醒着 就是在喝酒 就是那种 啤酒一直喝一直喝 便利店一直买一直买的那种 我们通常一般人去便利店 是买一关两关 他们是买一箱两箱的那种 对 然后上车就开始喝 每个景点喝 走到马里就喝 后来有一天 就是差不多我们活动的第三天吧 他就大家 他就 我们吃完饭 大家还要约出去喝 他就说我今天好像有点不舒服 头晕晕的想要回房间休息 后来他跟他同房的人 就回房间了 如果不到半小时 我的电话就响了 他就在同房跟我说 上帝怎么办 他受伤了 昏倒了 我说怎么回事 我就先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先打电话叫救护车 然后救护车就 十分钟就来 我就冲去客人房间 那门一打开 我整个惊呆了 那门一打开 我整个惊呆了 很像战场一样 整个地上都是呕吐物 还有血迹 因为他喝很多啤酒 所以还有那个啤酒发酵的味道 跟呕吐物混合在一起 那真的是 一打开那个味道 就啪 冲出来 好 那血迹怎么回事 因为他可能热衰竭吧 就是头晕 然后再这样喝很多酒 也可能喝醉了 就整个人站不稳 撞到那个床头柜 那床头柜偏偏是大理石的 哇 撞下去之后 我也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中暑还是昏倒了 就是很严重 然后那个血一直滴 然后一看撞到肉往后倒 就把后面的那些玻璃背高脚 全部扫了一地 所以我也割了很多伤 然后就倒在地上 然后他那同房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拿棉被把它裹住 我在现场说 那个场景怪怪的 而且棉被裹住 对 而且是白色的棉被 然后裹着它 后来刚刚他紧急送医 紧急送医后 医院就说 他其实有点热衰竭 就是中暑 再加上撞到的时候 有脑震荡的症状 因为兔什么都来了 后来就留院观察 后面所有的行程都走不了了 他就去到医院 那个房间的清理费谁付 对 重点来了 结果呢 因为那个房间实在太可怕 地毯什么都是 真的 然后房间就开 因为我们是住五星级的饭店 他就要求赔偿七个晚上的住宿费 因为他要清七个晚上 清完那个味道不散掉 因为味道七天 就要七天嘛 所以味道不会散掉 不是在头清到回来 不是七天回来 不是那样啦 树青姐 不是 他后来是过了几天就回家 因为你清完以后不能马上用 对 因为有味道 然后除了这个之后还被要求清洁费 所以隆隆总总大概花了快十万台币 才解决这件事情 OK 但玉蕊 喝酒 喝啤酒 冰啤酒不等于喝水 不一样 其实这是一个还蛮危险的事情 因为像我们平常在太阳非常大的时候 我们本来就可能会出现 头会晕啊 会想要吐啊 这些比较像中暑的这些现象 尤其是我们很喜欢就是在短时间内 可能在户外啊 冷气房内这样进进出出 或者说因为非常热 就会户外间喝了非常多水啊 或是冰的啤酒等等的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反而会让我们身体 没有办法正常的排汗 更容易会出现刚刚讲到的 中暑的这些现象 所以其实我们会建议 当我们有发现体温 自己体温越来越高的时候 要不要用温和的方式去降温 像是可以多喝水啊 或是可以在身上 在皮肤上撒一些水啊 或是可以用吹电风扇的方式 来降低体温 这样相对会比狂喝啤酒 还更安全这样子 OK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很习惯 就是说反正就是喝冷水啊 可以降温 当然啊 一般人都这样觉得啊 真的我们之前就曾经实际目睹过啊 那是一个摄影大哥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是要赶时间 然后可能想说这个很短的距离 现在不是都有那种脚踏车可以骑吗 所以就是在电风扇 然后就想说那去骑脚踏车好了 骑脚踏车来可能一段路就已经非常晒 因为这种天气很晒 那进来马上就摄影棚其实已经很凉了 然后他马上灌很多冰水 结果大家开始录之后就觉得 那个基石怎样对不准嘛 没有 然后就是昏倒了 然后你就发现说中暑 所以我觉得这个马上喝冰水是很可怕 第二件事是 我觉得有时候啊 大家可能讲说中暑就像刚才 比如说跌倒啊或昏倒 其实有时候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 我报导过最严重的一个人 他可能本身有一些潜在的三高或慢性病 所以他的体温调节能力也不好 自己的感知也没那么好 他被发现的时候他应该是骑车 他本来以为是车祸 他摩车 后来发现他应该就是所谓的中暑 他不是重症衰血 他是非常严重暑 因为送去医院的时候 就是一两阵的这种体温是四十几度那一种 然后他们就要赶快降温啊 一直抢救他 整个救回来之后啊 后来他就是虽然人恢复过来 第一个 他的记忆有些类似断片那个 他说他没有办法 有一段记忆没有 没有办法恢复以前那么好的脑力之外 后来他就是走路也变成不方便 因为他受伤的地方还包括他的小脑 所以他变成后来是一个 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的人 所以中暑其实可以很严重 那真的不要轻松的对看待他 OK 那刚刚讲就一个是中暑的问题 另外一个当然在夏天的时候 尤其夏天食物比较容易腐坏 或者什么这些 饮食方面要特别注意 尤其去过泰国 怎么样人恶 我今年才刚从泰国回来 我们是符文社去捐那个 去那个玉玉孤军 他们那个美思乐那个地方捐那个 饮用水 因为他们那边其实水是没有 不是很干净嘛 然后我想说我们去做好事对不对 就做了几天好事之后 到最后一天的时候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我突然我最后一天在那个 之前邓丽君过世那个饭店 他重新改装的时候那个饭店 然后那是一个现在最新的一个 洲际的五星级酒店 然后我对那间饭店的所有的印象 就只有那个马桶 因为我那天上吐下泻 我从那天中午开始进了饭店之后 我大概每30分钟就要去 马桶前面 也不是不一定是坐在上面 我是那种像瀑布一样 然后啪 然后这样子 黑 我自己看到就像黑水这样子 啪 这样一直喷出来 你不用形容它这么仔细 当然那可能前几天开始吃的东西 慢慢吐 全部吐啊 应该是全部吐 因为我当天 已经没办法再吃别的东西了 因为我只要一吃 我喝水也会拉肚子 然后吃只要根本 再没有办法在身体任何地方停留 一直吐一直吐 然后那个毕竟是泰国回来嘛 然后我进机场捷运的时候 要坐回台北车站 我中途也要下来三次 吐 不管上面或下面 都要出来休息一下这样 对 然后后来想了很久 因为全团人都吃了 而且我们就是福人社 那个吃的不会太差 当然啊 就跟上三位都是 饭店都是很好的 然后住也是住五星级的 后来想可能就是 只有我一天去那个山区 买了一部当地人 原始制作的那个蜜饯 我自己可能爱吃吃的半包 要不然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我怀疑 是不是得罪当地的好兄弟 我搞不清楚 我觉得这个比较可能 对 但你看不出来 看起来也没有瘦啊 就 你都拉成这个样 吐成这个样 我也没看到你瘦 你这句话真的很重伤害 因为刚刚气质 也是这样问他的 真的吗 不是啊 因为我问你说 你这样都已经吐成这样 拉成这样 我也没看你有什么改变 我也是 我当时回来 到家第一件事情是量体重 想说总可以瘦个几公斤 你去那边吃那么多天 总要瘦回来 就一公斤都没有少 对 换一个角度 你已经吃成那个样子 要不然会更重 再吐三公斤 对吧 OK 我也这样 可是说实话 因为是提醒大家 不管你到哪一个地方去 国外哪一些地方 当然你说饮食这些 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 可是 Marlene你自己也会跑 像东南亚这些国家 我们都常会提醒大家说 东南亚这些国家 去在饮食方面 你可能要特别小心一些 你会特别注意 有什么一些自保的方式吗 我每次去东南亚 我都会非常小心 那我先分享几个经验 就是我们有一次去泰国 然后我们就参加那个 泰国很有名水善市场的一日游 然后去的时候 那个导游 他就有点暗示我们说 那个河道里面的水啊 有一些店家他的食物是用 那边来煮 然后那边来洗碗 他只是暗示而已 他就叫我们说尽量不要吃 那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不信邪 他就说那个水那么脏 怎么可能拿起来煮 煮起来又这么的好吃 所以他就不信邪 他就点了一碗 然后就吃 吃完了之后 过了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后 他就开始拉肚子 然后从那一天开始 到我们要回去的那一天都在拉 然后沿途我们要去吃什么 米其林的美食啊 要去吃什么 他完全都没有办法吃 然后另外一个是 我们有一次去泰国 然后因为泰国的夜市里面 有很多那种昆虫大餐 比如说蝎子啊 比如说那个蜘蛛啊 还有很像蟑螂 他们叫田鳖的样子 我印象中 对 然后他就很喜欢藏鞋 他就说他们都在吃 我们为什么 而且到这个地方 就是要藏这种东西啊 可是我们看了就有点毛毛的 然后他就吃 吃完之后 当天的晚上 他睡到一半突然间大叫 有蝎子在我的脸上 他就有点就是有阴影你知道吗 他吃了之后 然后那个眼里面都是蜘蛛 还是蝎子在你的脸上 爬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每次到东南亚的时候 我都是倒数第二天 我们才开始去吃夜市的东西 那就不会拉了吗 因为要拉的时候 你已经要回台湾了 就是你肚子 就准备好拉的准备 反正要回来了 对没错 OK 苏星如果是讲什么蝎子 蜘蛛你敢吃吗 从类我本来就不吃 但是我必须说 我几个原则给大家做保密用 比如说像刚才人和说 全团都没事 只有他有 大家第一个时间就是 你去参观邓丽君的纪念什么 你有没有说什么错的话吗 对 可是 这就是惹到 对 但第二件事 我们后来发现可能不是为什么 因为他有吃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当地制作的秘件 所以老实说 除非我对于制作的过程非常有信心 否则出道的国外 尽量我们会减少生的东西 生食 包括生的水果或干嘛 他如果还有切还有烟 干嘛 你都不知道干嘛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不要觉得说 反正高级饭店或高级的旅途 就一定OK OK 一定比那个 我记得很清楚是我们某一年去参加 APEC的那个卫生部长会议 那年是在泰国举办 记者们穷困嘛 然后我们就不怕死 我们在路边就是那个时候串烧一串五块钱 我们都很勇敢的在吃 那有些官员们什么 他在那个比较高级的邮轮吃 他们可能就是我们几十倍 就后来是他们拉肚子不是我们 所以我说的是重点是 制作环境之外就是如果 除非你有把握 就是生食的部分可能就是不要吃 或者你说倒数第二天 那还是很危险 甚至连水 我们都如果你没把握 甚至是罐装水 应该就是罐装水为主 就是以罐装水为主 这样子除非你是一个真的 你出国旅游你发现 我也是铁打的身体 我好像不认到哪里都没有水土不服 那你就可以试试看 不然不要挑战这种可能性 或是你纯心就想做减肥之旅 然后能不能拉到最后看 变成半个自己那样 可是因为难道一般来讲 我们讲说食物中毒 我们通称食物中毒这一类 真的就是拉一拉吐一吐 然后就结束了吗 会不会有的人拉一拉吐一吐以后 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后遗症 或什么这些 大部分的一些病原菌 是你可能拉一拉吐一吐 拉完就不会有事的 但是像我之前也有碰到 蛮特别的案例 是大概是前阵子就有三个 那种毕业神跑来看我的神 然后他们就是毕业后 去那个骑车环导 然后就环导完回来之后 过了几天就开始说 想要吐食欲擦 全身都没有什么力气 最重要是他们还出现了茶色鸟 这样子 那我就帮他们进一步检查 就发现他们的肝功能 都变得非常差 那再进一步抽一些血 就发现说集体感染了 A型肝炎这样子 那A型肝炎在台湾其实不少见 而且如果是发生在那种老人 慢性病比较多的病人身上 甚至可能会发生 变成猛爆型肝炎 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那他们三个为什么会感染 他们觉得应该是在屏东的 某一家餐厅吃了 不太干净的生鱼片 那因为他们那个是 他们共同都有吃 那只有他们三个有吃 他们三个感染 所以应该是这个所造成 OK 那你判断如何 他是卡到阴 他还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那用医学上来看呢 应该还是比较像是 吃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这样吧 OK Sunny 大家玩水就是 尤其夏天国内国外 每一个要去的第一件事 就是说玩水 但其实玩水真的要 注意注意再注意 我们参加这个水上活动的话 最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遵守这个安全守则 嗯 救生衣是一定要的 嗯 那其实这个救生衣有多重要 我就分享一个案例 就是在几年前 其实产能岛一直都很盛行嘛 那几年前有发生过一个翻船的事件 刚好那个导游是我的朋友 他当地的华侨 他带那一团呢 是一个经销商的招待团 他们没有领队 就只有当地的导游 那时候导游在船上 跟他们说你们一定要穿救生衣 有啊 因为他们菲律边有那个螃蟹船嘛 他们那个坐螃蟹船出海要去浮潜 那螃蟹船的特色是什么 它就是细细长长的一条木船 然后底下吃水很浅 嗯 所以当时以前的福建人去到那边 看到菲律边这种船 这种的怕它平衡不好 就它旁边加了一堆足缸 看起来就好像螃蟹的脚一样 所以叫螃蟹船 那这种船很重视平衡 所以他们三十几个人是分 就一个早上走到分两边这样做 那导游就说你们一定要穿救生衣 就那公司老板就说 不用不用太热了 我们不想穿 就全船的人都不穿救生衣 后来就出去了嘛 天气风和日地 大家都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就怎么知道 那一天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海岛国家就这样 很容易突然暴风雨 那一天就突然周围突然天色变很暗 然后他们那艘船的周围 就突然下起了暴雨 那下雨的时候 左侧的客人不想背淋道雨 就往右侧靠 导游就跟他们说 你们不要靠在一起 不要怕淋湿 可是来不及了 他们一靠过来的时候 船就翻过去 只有三十几个人 都被船盖在下面 然后都没有穿救生衣 就这样有三个人 就这样不幸离开了这样子 玩水上活动 那个救生衣肯定是要的 因为有很多人 真的就你讲的 因为觉得热 那个救生衣 因为它整个 如果照规定都扣着 或什么 它就贴着身上弄 所以他们有些人 就是因为热 就觉得说 而且好了 大家都觉得哪有这么倒霉 怎么可能 这就莫非定律 Marl刚讲说像独木舟 你刚讲那个是干晒 很多像这种干晒的 或刚讲那个螃蟹船 所有在玩的这些 其实它的危险性 是一定有的 对 危险性其实还蛮高的 尤其是夏天 就像救生衣 它其实有分 有的只是半叠而已 其实你下去 其实是会沉的 如果你不会游泳 你真的会有点害怕 你会吃水 所以我们去玩的时候 都会选择那种 救生衣是整件事的 它的福利就够 那其实我们一般在大海 我们都会想说在海边踏浪 其实踏浪其实是有点危险的 尤其你如果是在东部的一些海域 它那个沙灘地形是这样子 然后直接抖降的 所以你会发现像宜兰有一年 它就连续一个礼拜卷走了好多人 因为那边的沙灘就直接下去 然后就直接是抖降 所以你不会游泳 即便你会游泳 可是你可能也爬不上 因为它那个抖降的地形 然后跟那个一直把你卷走的那种浪 是非常恐怖的 那有时候我们会去西边玩水 那西边玩水其实是 我们看那个深坦其实是还好 可是它其实是 有些深坦是太阳晒不到 所以你这边的温度是这样子 可是你在下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个温度是很冰凉的 那瞬间的冰凉 很容易你脚就会抽筋 像我们之前我们穿救生衣去 也会遇到这样子的情绪 那我这边要分享 我跟我老婆去宜兰的一个 峡谷地形溯息 那我们进去的时候 刚好有一群二十几个人的亲朋好友 他们约去玩 然后就出来 然后就有 有的人有穿救生衣 有的人没穿救生衣 可是那个深坦大概是两三米的高度 然后我们过去的时候 就有一个阿姨就在我面前 然后她就这样慢慢慢慢沉下去 就是面无表情然后沉下去 一般你逆水应该是会拍嘛 当然喔 对 然后她就很诡异 她就这样沉下去 然后我就想说奇怪 为什么她的朋友都不理她 然后因为我们装备是整个非常完全的 然后我就过去 我就想说把她拉起来 结果过去的时候 她是整个人把我压下去的 可是我有救生衣 我不害怕 然后就把她拉起来之后 我就想说你不会游泳 你还来这边玩水 你是找死吗 然后我就把她往那个 陆地上然后往外推 结果推过去不久之后 我发现她的同伴 没有人发现她发生什么事情了 然后我们又继续往前 那继续往前的时候 我又回头看 我老婆就跟我说 刚刚那个人又沉下去了 然后她就大概离我 我跟你的这个距离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为什么她朋友都不理她 我们这一团的人也不理她 然后我老婆就说 你再去把她救一次 因为我大概如果在五秒不过去 她大概应该就要在那边CPR 然后我就过去 我这次就比较聪明 我就从后面把她拉起来 然后我再把她往外推 然后推过去的时候 我还是骂她 然后过了不久 我就再继续往生坛 然后我就回头看 回头看的时候发现 她是穿红色的衣服 然后她有一点 她是纯心 她有一点面无表情的 然后看着我 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有点吓到 但是我想说我们要继续玩水 然后我沿途都没有讲 回来之后我才跟我们教练讲 你们刚刚在那个生坛 都没有遇到一个蜜水的阿姨吗 她说没有啊 没有人看见 然后呢 回来之后 我们有一个 因为硕西会认识很多教练 有一个专门在救难的教练 他就跟我说 你们坏了人家的好事 什么意思 所有人的眼睛都被遮住了 只有你跟你老婆没有被遮住 所以只有你们两个在看得见他 然后那一天很诡异的事 就是刚好鬼门开的第一天 回来 那听完之后马上跑去拜拜 所以你说被鬼遮眼是 那天要抓狗铁 那个人就是要被拉下去 只有你们看得到去救他 只有我跟我老婆没有看得到他 其他人眼睛都被遮住了 还是那个就是鬼 然后大家都看不到 只有你跟你老婆看得到他 因为那个人的表情太诡异了 对 而且我后来我还发现 我回头还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我就把它放大 就很像那个可能是模糊啦 然后那个眼睛就有点诡异 就是两眼无省然后看着你 好吧 请问医学上可以解释他那时候什么 晒昏了 中暑了 还是什么 如果用医学上来讲 就不要讲其他方面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用 就是精神系统处问题来解释 就像之前新闻上常说的 有那种思觉失调症的病人 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视幻觉 听幻觉 会告诉他们应该要怎么做这样子 那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的神 神经系统有出一些问题 像是一些沾望啊 失智症的病人也有可能发生 那还有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中暑的病人 他们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精神混乱啊 看到一些视幻觉 这是可以比较用医学的方式来解释啦 这样子 OK 最近 马洛刚刚讲到 那个温差之间 尤其在山里面 你只要太阳晒不到 那个温差很大 其实真的风险非常大的 是 其实他刚才说两个 真的都是一个极高的风险因子 一个就是你看不到的高低差 比如说最知名七星潭 七星潭就很容易 你以为你才刚刚走过去 他就下去了 所以第一个是高度差 你看不到的高度差 第二个就是你没有 你不能控制的温度差 因为你知道吗 他们统计就发现 当你的温差 超过一定比例的时候 如果你本来 比如说你可能有三高或问题 这对你的心脏压力是很大 所以有些人可能瞬间 他就造成一些 我们说可能是一个 比较严重性的这种心率不整 或者什么 甚至是像有些人可能是心肌梗塞 这时候发生在那里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自救啊 你别人不知道 你可能顺时间 你呼喘不过气来 甚至你就顺时间昏厥过去 你就沉下去了 所以有时候说 那你就不生 怎么会发生这种问题 这又不怎么样 因为问题不是深度 你可能在你还沉进去之前 你已经失去意识了 所以那个 尤其你本来就有 慢性病三高这一群人 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那风险也是很大的 那你对于刚才讲 那个穿红衣面雾表情的 有合理的解释吗 老实说 这个有时候 有一些东西很难有合理解释 我印象很深刻 如果是以前我们那个宫廟 有些人会来拜托人家 就是办一些事情干嘛 有一年有一个妈妈 带着她的孩子来 她说她的孩子就是 可能就跟人家去泛舟嘛 那她也有穿旧生衣 可是可能那个时候水比较大 所以后来还是翻覆了 翻覆了之后 当然经过一番挣扎 因为有旧生衣 后来还是有上岸来 所以做到没事嘛 因为没有真的溺水 可是那个孩子回来之后呢 她就是整个人完全不一样 她就是发现 比如说她可能 晚上行的时间会越来越多 然后白天呢 可能就开始 非常的不喜欢出门 然后接下来呢 晚上行的时候 会开始讲一些很奇怪的话 那接下来呢 妈妈就发现这孩子 就不是我孩子 因为她很怪 然后她就是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孩子 所以就来求 就说到底孩子发生什么事情 当然那个时候 宫廟或什么 他们会认为说 她在摔的时候 他们说人有什么三魂七魄 她可能有一些没有回来 可是如果用现在的医学来讲 所以据实在话 她那个年龄也刚好是 思觉失调的 好发年龄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 刚上大学 或大学刚毕业入社会 他们常常也是用这样来表现 就是说 她开始会变得 比如说很不像她自己 或者她会变成很畏缩 很负向 就在家里都不动 或干嘛 那个时候我还印象很深刻 想说哇 就是犯粥 然后倒了回来 居然就变成这样的人 所以科学上也可能有解释 那神鬼学上也是有别的解释 OK 戴仁和 像你刚刚讲那个 就是那个螃蟹船那件事 我提醒你叫你们穿救生衣 然后你们说热 你们就不要穿 那结果发生这个事 其实应该是 船公司有义务要他上船的人 每个人都要穿上救生衣 才能上船 他说不穿 他不穿 就不要让他上 就解除契约跟那个站长一样 解除契约 解除运送契约 我就应该是 应该是我要强烈不让你上船 所以他其实在实务上 他有可能负过失致死的刑责 或是另外再负损害赔偿的责任 OK 可是除了这个以外 你很难担保 首先 我出去玩 我万一碰到店家 好 你知道 有人就是框你的 骗你的 或是胜货在你 不得不接受他的条件 他威胁你了 你怎么办 对啊 我觉得大自然的环境有风险 然后鬼神也有风险 人心才是风险 我觉得这个故事让我觉得非常诡异 因为他们就是一群人去三亚 那你知道三亚还是一个海岛型的那个 然后所以租了个别墅 然后六大三小 然后这个时候业者很好心 就说免费有游艇出海 可以去免费潜水 开心的 当然就要去了 可是问题免费 哪有这么好的事 他们大家是游艇 当然要潜水的点 不好意思 游艇不用潜 潜水不用潜 但是潜水的面具要潜 对对对对 你要下去潜 当然要游艇 好嘛 但是你也不可能想说 你是一般游客 你怎么可能有高升的技巧 你一定得这些配备 那就出了嘛 那本来也会想说这个合理 那下去之后应该就没事嘛 看看海里 然后留个纪念 后来发现还有一个东西要钱 就是如果你想要到此一游照 我要帮你拍你的潜水照 一个人是三百块 我不能不要拍嘛 对 我们心里也想说没关系 反正我们这个在海里的 也没有好看到哪里 我们顽固就算了 所以他们一些人就是 自己把小气要出去玩就花钱嘛 偏偏又不肯花 所以大家就在那边可能坚持 就是不要 所以他们一行人 一开始本来好像只有一个人要买 结果其他人就是想说 就跟他拗啊 我就是不想拍照 结果没想到后来才发现 奇怪怎么没拍照 有一个人已经先浮上来了 你不是没拍照 你为什么先浮上 他说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在下面不拍照是不是 你们这么多人来 结果只有一个人要拍照是不是 就是就把他的面罩给他拉下来 在海底下 是 他就说把他拉下来 拉下来你就赶快要扑起来嘛 对啊 对啊 然后就很气 他就回来说一定要 就是回来再顺畅 当时当然先保命嘛 当然我觉得大家如果要去玩 直接是要先问好 但有时候这个时候就让他拍了嘛 300块 比命重要多了啊 命当然是 可是远哥这个过程当中这些 就一定要买单吗 其实当然不是啊 那其实你说他这样子拉你的面罩 如果变成呛到伤害啊强制罪 如果在台湾那大陆我们不知道嘛 但是伤害强制罪一定是有的嘛 然后当然这个契约当中那个 损害赔偿也是要请他返还 依照这契约 你要可能返还那个嫁金跟损害赔偿啦 没有一定要逆来顺受 但是我一直支持肃清姐 如果再水里的话 先给他 先给他再说 对 反正我们律师成本低一点 再告回来 对 OK 但是如果 我不知道 商店如果带团呢 带团说实话 一般来讲的话 当然你们都会比较注意到 包括要跟业者签订一些什么 要注意事项啦 类似这些 可是要怎么样 有时候团员就自己跑去玩啦 他就有自由时间 都很小气都不买 对啊 这个小气不买 这个我们就别说了 就不要带了 就别带到这一条 好那这个最主要是说 我们带团员出国的时候 其实最怕是自由活动的时候 对 那加上你看韩国这个地方 自由活动自由行都特别多 那大家就会晚上想要出去 伸个毛嘛 玩一下逛一下 最近就有那个自由行的人 在网路上讲 他被计程车司机拗钱 这个事情其实非常常见 我自己都会遇到 对 那是怎么样呢 他就是坐了个计程车 那可能只有三四千块的车子吧 他就拿五万 因为他们有小超 拿五万块给司机找 那又也是很晚了 所以他拿了之后呢 司机找给他 一两千块而已 韩币 韩币一两千 可是五千韩币跟五万韩币 是差十倍啊 对啊 觉得很奇怪啊 明明表上面没有那么多 司机公司说没有啊 你刚给我是五千啊 不是五万 然后就在车上吵很久 因为没有证据嘛 你给他了 他收走了嘛 那结果他就很 就没办法 就发生一点争执之后 他就自认倒霉 就下来了这样子 那通常我会跟客人讲 如果你自己要出去 坐机车车的话 怎么办 一定要自保 就是要录影 或者是当你发现 司机诈骗你的时候 就下来把车牌拍一下 然后我们就帮他做投诉这样子 所以我付钱的时候 我要拿着手机 然后就跟他说 来 这钱给你 然后一路这样子 司机不会很不爽吗 所以他就不会骗你的钱 或者是有发生过 就是下车马上拍他车牌 司机马上下来 然后把钱还给他 一直跟他说sorry sorry 真的喔 真的 他们是下来打你的 不是 因为他们怕被投诉 他们也怕被投诉 投诉他可能车牌 就会被取消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 在疫情前就发生 然后有削 沉疾了一段时间 现在又卷土重来的宗教诈骗 他是只尊对外国人 他就通常是两人一组 可能是两个年轻的女大生 或者是一老一小 一个太太一个小姐 这样子 来跟你搭讪 然后他跟你搭讪的时候 他就发现你不是韩国人 而且你也听不懂韩文 也不会讲韩文的时候 他就开始跟你说 我带你去做一些体验 我们哪里那个 韩国观光社 有免费的韩服体验 我带你们去这样子 然后被骗去了以后 发现这是一个民宅 然后去一个民宅之后 他就让你拍照 然后他说 那里要提一下 我们传统的祭祀活动吗 然后就叫你拜拜 然后拜拜完之后 就跟你收一个体验费 这是简单的 还有一种事就是 像那个一老一少的 他是怎么样 他就说 欢迎你来韩国玩 然后就用外国 用英文跟他们谈 或是甚至有的会中文 然后就跟你说 你看起来好像 最近过得不是很顺利 然后就开始跟他说 我会算命 我帮你消灾解恶 然后就把他带到一个民宅去 然后也是有一个佛堂这样子 就叫他这边也是拜拜 108拜什么的 然后做一些祈祷的仪式 做完以后就跟他收钱 那大概会收多少钱 如果好一点的 可能跟你收个五万十万韩币 这样子 那如果他有的还会更过分 是希望你加入他们的这个社团 或者是这个 类似像什么 公庙的那种联姻会是类的 然后那入会费 就是几万台币再算了 这样子 我没事到韩国去一下 我要参加你们的联姻社 对他就是很奇怪 然后就用这种宗教诈骗的方式去骗钱 那如果你想要走 他也不让你走 就是除非你要很距离地震说 你再不走 你不要让我走 我要报警这样子 不然他通常有的人就是 摸摸鼻子就付钱就走了 但你要讲说宗教 类似刚刚讲宗教诈骗或什么 也许你会抗拒得了 或你会觉得 这跟我八竿子打不着 但玉文碰到欧巴呢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满哈汗的这样子 然后我之前就跟一群朋友去首尔玩 那我们就在东大门那里的时候 然后我们之中就有一个长得漂漂亮亮的女生 然后就被一个帅友爸搭讪这样子 然后就互相交换Instagram什么的 然后我们就是这一趟玩完回来台湾之后 他们还有一直在聊 然后那个男生也非常厉害 就会天天跟他什么嘘寒问暖 那最让我觉得最厉害一点 是这个男生 他还会每一个月主动说 要挥一点点钱给他 说要一起存一个什么基金 要跟他一起规划未来什么的 然后就哇 那个女生真的是陷得越来越深 然后后来一直到他说 要来台湾前就开始说 妈妈生了病 住院 要开什么道 这样子 然后说需要了蛮大一笔钱 然后女生就想说 就挥一些钱帮他 那只有开完道之后 又说又有什么病发症 要住到家务病房 又要再开第二次到什么 反正前前后后 那里面就一直挥一直挥 后来就挥了大概七八十万有 然后后来他自己都没有钱了 然后跑来跟我们借钱 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还有这件事情 台币七八十万 台币七八十万 重点是他前面每一个月 会给他的钱 大概一个月才会一万多 所以根本是倒铁这样子 这种理由通常是 如果在我们节目讨论过的话 是从酒店 然后一直到每个国家 包括所有的行业 看起来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但任何 因为最后牵扯有到跨国 所以跨国主要的问题就是 执法力根本没有到那边的问题 要嘛你去那边请韩国律师去告 先讲台湾律师很便宜 韩国不是那么便宜 对不对 后来就是告赢了 就算你告赢了 你光去执行那个都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真的不要上 因为光讲那七八十万 平常听讲 你如果真的到韩国去打的话 那七八十万 对 那不如 对不如就鼻子摸摸就好了 因为如果真的打下去的话 第一个 要不要或者回来不知道 但是你眼下确实是要负一大笔 有可能会是这个样 现在有很多的国人会喜欢自由行 然后自由行其实一直是很多人 他讲深度旅游啦 或什么 一定要自由行才能体会啊 类似的 但自由行要特别 要特别注意哪些事 比如说我们去韩国还是去哪里 我们都会想说 我们去海边玩一些浮潜 还是去当地要租车嘛 那我就分享一个经验就是 有时候我们都会想说 去了那边然后再找 可是有时候找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们有的人跟你 假装来接近你 跟你说哪一间比较好 然后哪一间租车 哪一间包车 可是当你付了钱之后 你会发现 比如说包车本来 一天可能只有四千 但是因为没有白纸黑字 写明 你一整天包车下来 他可能超过一个小时 他就给你收到快一万块的费用 所以我建议就是出国的时候 你要避免这些诈骗 你要在现在一些知名的平台 先订购好 你不要到现场去找 还有一个是订房的那个APP 我就有一次在APP订房之后 然后就用那个APP里面 讯息跟饭店对话 然后他就突然间就跳一个讯息出来 说我的信用卡有问题 然后要重新用另外的交易来完成 然后他叫我用虚拟货币来付款 那因为我没有虚拟货币 我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我就当下就不理他 后来就直接写信去那个平台 然后去跟他讲说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 他就跟我说他早早早 完全没有发生 没有这一段讯息 可是在我这边就有这段讯息 然后他们就说可能在当下的时候 那个订房平台的APP 被那个诈骗讯息突然间入侵 那他也找不到什么原因 对 那还有一个是订房平台 订房完成之后 他会发email给你 跟你说你的金额有误 要叫你重新再刷卡 那这种往往都是那种钓鱼网这样的 可是他模拟的很像 比如说你在什么平台 他就那个信件一模一样 如果不小心点进去 然后输入你的信用卡 那就惨了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跟你说如果你今天不处理 你的订单 你的订房 下个礼拜的什么 五天的订房就会被取消 然后你有时候就会一紧张 然后又找不到什么人问 你就会马上赶快按他的那个去操作 那就惨了 尤其是出国的时候 一些平台的订东西 我觉得都要特别的当心 OK 那Sandy有很多人 不管是跟团 或者什么 自己要出去玩 这些在过程当中 像你自己带团的经验 你会提醒大家 不管跟团的过程 还是要注意一些什么事吗 想要提醒大家是说 你在准备出发前就要注意了 比如说跟旅行社的合约 行程是不是跟合约是相符的 像有些人会跟旅行社买自由行 那你自由行你不能只是 就是买了就算了 也要签合约的 然后签了合约的内容 包括你住的饭店机票 还有他如果说 我有买一些option 是不是都符合 你才去付钱 那你在旅游的过程中 行程的内容 你一定要一再的去对 不能想说我出来就放空 随便 反正有事导游领队负责 不行 你要为了自己的权益 你要去监督这件事情 不能说比如说导游会偷餐 行程景点 导游会偷餐 坏导游才会 坏导游 我们不会的 我们不会的 对 那再来就是 他可能行程只给你买了景点的门票 可是没有写清楚 结果你到里面玩游乐设施 每一项都要再另外付钱 可是你以为他给你的是通票 就是全部的 对 所以一定要弄清楚你行程的内容 然后最重要一点是 当你在选择旅游行程的时候 太便宜的团费 绝对不要参加 比如说 这个年初的时候不是有发生 那个复国岛事件吗 那本人当时也去了复国岛 然后我的朋友是受害者 他不参加我公司的他 我没办法 保护他 然后呢 他是怎么样呢 他说当时他爸爸看网路上 复国岛住得这么好 每天五星级 然后每天吃得非常好 然后只要四万多块 可是同样的内容 同样的行程 我们公司跟别的公司都是六万多 那就有问题 坐的飞机一样 住的饭店等级都一样 那果不起来 他就被放鸽子了 所以你如果在选择旅游团的 不管是机家酒也好 旅行团也好 太便宜的价钱都会有问题 所以一定要稍微比较一下 不要一看到便宜就冲动 这是最主要提醒大家的 当然说暑假快到了 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讲的话 都已经准备好 那要在这个暑假 开心的去出游 所以刚刚讲到 不管其实你在出游的过程 甚获了 就算你在一般日常生活的过程 那防重署 然后多补充水分 这些真的非常重要 饮食上面要特别一些的小心 当然所有的行程 刚才来宾所提醒的这些 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要不然的话 如果稍有一个什么闪失 轻则破财 重则伤身 可能也不是你想要的 OK 怎么样能够开心的出门 快乐的回家 当来宾所有的话 好好地牢记 非常谢谢现场 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内容收看 郑政文池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